中共不僅將百萬的新疆維吾爾族人 囚禁在再教育營內 而且連死去的人也不肯放過 中共正在摧毀維吾爾人世世代代的 先祖所安息之地 挖掘並移平45個維吾爾人的墓園 有海外維族人說 中共有意根絕他們的族群認同感 根據法新社的調查與衛星圖片分析公司 地球升旗聯盟的分析 從2014年起 中共挖掘並移平至少45個維吾爾族的墓園 僅過去兩年就有30個墓園消失 法新社記者來到沙雅縣 發現三處被毀壞的墓園內已鼓散落地面 而其他墳地的墳墓只剩一堆堆瓦礫 散至在被清空的土地上 在新疆阿克蘇市 地方政府將一個大型墳地改建成快樂公園 內設熊貓造景、兒童遊樂設施和人工湖 維族師人穆塔利府原先也下葬在這裡 由於快樂公園的興建 大型墳地被遷往沙漠外的一個工業區裡面 但墓地管理員說 大型墳地他不知道穆塔利府的遺固淪落何處 在阿克蘇地區的沙雅縣 地方政府在原有的墓地旁邊興建了新墓 重新安放7500具遺固 地方官員聲稱 墳場集中起來方便民眾拜祭 另有地方官員便稱 平墳是為了進行城市開發或是為了規範老墳 但海外維吾爾人認為 破壞維吾爾人的墳墓及歷史遺跡 消除他們與歷史、祖先及父輩的聯繫 是中共鎮壓維吾爾人的手段之一 目的在控制他們的生活 美國世界維吾爾人協會副主席伊利夏提艾山說 中共挖墓園就是試圖藉此消除維吾爾人的身份認同感 把維吾爾人以及他們的文化斬草除根 下提艾山說 他過去朝拜過穆塔利府的墓地 當時墓碑上寫了很多詩詞 他讀後對穆塔利府更為敬仰和崇拜 但是共產黨要把這些平掉 要把維吾爾人和過去的一些聯繫斬斷 共產黨自從他竊取中國政權以來 應該說他一直就在做這種事情 不管是跑蔣介石的祖墳 或者是其他人的墳 孔子的墳 也曾經那個文化革命的時候摧毀等等 這都是一種對一個民族的文化的一種摧殘 目的就是要斬斷他們的根 變異統治階級的這種奴役 夏提艾山說 一個沒有根的民族 不但不能回顧過去 也不能展望未來 這對極權統治來說 是一個極為重要的控制和奴役人的手段 世界南蒙古議會主席習海明表示 中共在新疆建集中營關押維吾爾人 又在那兒搞核試驗 現在它又挖維吾爾人祖墳 妄圖切斷人們與那片土地的一切聯繫 他們現在就在新疆的政策不僅挖人家祖墳 他主要對人的不尊重 對這個民族的胸存 或者信仰信念的構成威脅 而且這種人權下它又說愛這國家誰會愛呀 我覺得孩子們只能充滿了一種滅視或者甚至仇恨 習海明說 最初共產黨還搞點欺騙 宣稱他們關心少數民族 但現在他們完全是赤裸裸的凶向壁露 你稍微對他不滿 他就把你關押起來 用武力對你鎮壓 屠殺 他完全是殖民統治或者野蠻的佔領者 今年5月 美國還在指責中共將100多萬 甚至有可能接近300萬維吾爾人關進集中營 國際社會也紛紛強烈譴責中共迫害維吾爾人 但中共始終恥口否認 10月8號 美國宣布將制裁侵犯人權的新疆官員 限制他們的簽證申請